Hello 大家好 不好意思 遲了開波 技術問題 一大堆的技術問題 我們這些低成本製作 全靠三隻貓 因為我要養一些 她很可愛 你看不看 另外大家又發覺現場有很多貓 但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就是養 養她去哪呢 平時我是抱著她的 你不是抱著她的 這就是代替阿楊 代替阿楊嗎 最新消息就是阿楊一向都說 我扮魔鬼 她扮天使是對的 你先搞清楚 你們不是扮 你的而是魔鬼 她的而是天使 你說她的而是天使 我不明白 我的而是魔鬼真可憐 實際阿楊很乖的 就去了伯利喊 伯利喊 伯利喊 去耶路撒冷 去耶路撒冷 她去摸傳說中耶穌出生的地方 沒錯 她去了朝聖 真的是朝聖的 去了耶路撒冷 我們稍後都可以說 以色列和最新的中東形勢的順手 這個是你必須給她說 我必須給她聽 不要緊 或者我們先聽了樣子 就是千里傳音 好不好 她有一個Message傳過來的 試試吧 邀請我們來播放一下 以色列的特輯 見聲不見影 不好意思 先試試吧 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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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來 我有個頭髮 呂王有頭髮 不好意思 呂王有頭髮 你先試一下 等等 等等 我先試一下 等我一會 Hello Hello 各位聽眾 大家好 我是阿楊 楊漢群 非常抱歉 今晚因為身處以色列的耶路撒冷 所以未能夠和大家一起見面 不過也和大家打個招呼 說聲 遲來的聖誕快樂 這幾五天 我就在以色列的聖誠耶路撒冷 也順便去死海 馬薩大 百利行等等 印象比較深刻的就是在馬薩大 本來就是希律所建的一座城堡 是一個軍事要塞 希律大家都知道 曾經追殺耶穌 殺不了耶穌 就下令把百利行城兩歲以下 南英全部殺死希律 可得人驚的 希的這個馬薩大堡 是他的行宮來的 非常宏偉 在公元73年的時候 最後一支猶太反抗羅馬的軍隊 希律軍 就在馬薩大那裏被羅馬軍打敗 九百多人 就由十個喜二軍 將九百多個猶太同胞全部殺死 另外 這十個負責殺人的猶太喜二軍 其中一個就殺了另外九人之後 自己也自殺 九百多人全部不肯投降死了 現在馬薩大成為以色列的一個愛國教育基地 我去的時候也有很多學生 在那裏 由老師帶著 認識自己祖國的歷史 以色列軍 在馬薩大宣誓的時候 也都會加一句 馬薩大永不再淪陷 我親身去到馬薩大的時候 就充分體現到 感覺到 什麼叫做真正的愛國 和我自己去過一些 鄰近地區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感覺是非常非常之不同的 好了 今晚或者講到這麼多 下次我回來的時候 或者再跟大家分享多些 多謝大家支持 決戰中環 嘩 來來來 阿洋剛剛廣播完 你的貓就造反了 我的兒子很不滿意 這麼快就說了 他都很想去這個耶路撒冷 去看看這個以色列的名勝古蹟 好 阿洋真的去了這個耶路撒冷 真的去了這個馬薩大 要貼了相片 要是我們沒有相片表現出來 不好意思 留意這個決戰中環的頁 我們到時分享一下阿洋 阿洋這次有露點 是嗎 因為他拍了一幅 他在死海浮沉的相片 但因為死海的水浪度太高 他就沉不住 所以基本上只是浪漫那內油 整個樣子抱起了 放在水面 那你說露點不露點 他想潛水也潛不到 這個死海 所以樣子玩得很開心 但他真的去朝聖 而且他差不多在愛國教育基地 去馬薩達城 即是時空轉移 即是時事還是時事 先說了那裏是甚麼一回事 因為馬薩達城印象非常深刻 不知為何我的腦裝上 很古靈精怪的東西 話說那個堡壘 的而且在公元73年陷落 但其實那班猶太起義軍 我不知道是不是算不算勇武派 那班勇武派 其實到死那一刻都是非常囂張的 因為在要塞上面 所以當時他們跟羅馬的遠征軍 即是去徵少他們的遠征軍 對峙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而馬薩達這個地方 其實是一個沙漠的中間 一個高山上面 四面都是峭壁 基本上 你不知道怎麼飛都飛不到上去 但就是有些洋長小徑 有些鐵梳之類 就可以進出自如 那他們怎樣補給呢 神奇在呢 那個要塞設計非常精美 他是有本事 就把這幾年才下一次的雨水 收集在那個要塞裏面的地爐 因此他的水是有剩的 然後他存了很多糧食 基本上羅馬人 其實是打到沒得好 他才退上要塞那裏 留守在那裏 總之就是宣示主權 其實當時那個戰況 都不敢說激烈 那個膠著的情況很難合 羅馬人差不多上不了山 他們又不肯下降 他們又不肯下降 其實很囂張地什麼家科呢 下面那群羅馬兵圍城那群人 你知道嗎 在沙漠中間 沒有補給 天天曬那隻劇 上面那群起義軍 又在洗澡 對著他們洗澡 洗完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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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有靜的 你咬他吃嗎 其實那次的猶太起義運動 聲勢浩大 令羅馬人非常頭痛 到最後怎樣是圍攻成功的呢 就是最後出到最後一招 就是羅馬人運用他們的建築機械的天空 就浪費很多人力物力 就在山腳起一個斜坡 人工斜坡 工程很大 不僅是人走上去 因為人走上去也沒有用 要賽 要成場 他拿一塊石頭砍 已經死掉了 於是他不單要起一個平台 去走上去城門口 而且那個平台有夠闊 是運到工程車 即是有一個RAM 即是撞城門 那些 整件炭克車 那樣巨型的 裝甲的工程台 以及一架投石車 即是他在山腳上投石 但沒有太高 距離太遠 其實有一段時間 羅馬人就 扔石頭也沒有用 因為他們有少女傻 就抓了那些戰夫 尤其是那些喜怡君的家眷 用他們來做石頭 總之你不投降的話 就把家人扔在城牆上 血肉模糊 都沒有用 很殘忍 羅馬人打仗是很殘忍 不如這樣說 自古打仗什麼時候不殘忍過呢 是嗎 人耳之少 騙你 打仗一定殘忍 我們再提一提蒙古兵 他們打仗 另外一招 他們都是扔人 但他們扔在城池裡面 而那些不是一般的人 也不是家眷 而是那些有瘟疫 那些 扔死屍 就是細菌戰 基本上是 羅馬人當時沒有那麼審目 不會玩生化戰爭 只不過是一個恐怖戰爭的手段 最後都沒有用 停了就不殺戰夫 因為再殺戰夫 就沒有奴隸 沒有奴隸 誰幫你建一個工程台 於是起一個很巨型的工程台 就把工程車 運到門口 砍他 砍了很多天 其實裏面都知道 早晚失守 但是 不肯投降 於是剛才說的集體自殺事件 其實還有一個資折 資折是甚麼家科 其實他們是抽籤的 是抽籤的 誰殺誰是抽籤的 所以其實那些 即是不是自殺的 technically technically 不算自殺 他是怎樣死 所以 不要以為勇武 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他真是視死如歸到一個地步 其實他們有很多家眷 陪在山上避難 所以各自的戰士 首先回家 就去把家人割下 即是好像湯羊背 在頸上 沒什麼痛苦 就算 即是零點幾秒 然後 所有男人 做完他的家務之後 集中在聖殿裏面 即是處決了家人之後 安置好家人之後 在聖殿裏面 就抽籤 抽籤 抽甚麼鬼 就是互相解決 抽到有一個 抽剩一個 單丁 單丁 他就唯有自己 堆壞自己 其實他不想 沒辦法 就很難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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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他自己出股 或留一些籤給自己 就很難落手 但後來 七幾年的時候 重新去發掘 即是重新整理 那個要塞的時候 真的被那些考古學家 在地下的灰準裏面 就找到他們抽籤 生死籤 生死籤 真的確定到 最後 自盡那個 真是他搜定自己 是 名字都對回來了 很神奇 那為什麼 那些名字都對回來了 就是羅馬人 虧憤 沒有你 是接收了空城 是完全沒有任何值得慶祝的地方 也不想宣傳 我是不是都要死了 我不益你 是不益你 即是不會讓你拿去遊街示眾 羅馬人最流行 這早上釘你張十字架 人家都被洞在街邊 是 插旗 所以那班猶太喜怡君 基本上是不給羅馬人機會 遙武揚威 他們接收到的全都是屍體 我就是不留給你 於是羅馬人一氣之下 唯有放火燒成 他將整個山城燒光 所以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遺物 留了灰準 這麼多年來都沒有發掘 就是這樣來的 反而這樣 有機會那些東西保存得更好 怎樣這樣說 其實很多人以為 一場大火 對不起貓無入眼 還有整個嘴都是這樣 貓很明顯的太熱情 這個比較乖 為什麼很多人以為 一把火燒光 例如兇案那些 我做了一個人 那我一把火燒光 就什麼都不正 天天 天天不是 因為有些東西是怕溫度 有些是不怕的 譬如他本身是燒出來的 他抽過籤是陶瓷版 是陶瓷版 即是他們打碎了飲水用的陶罐之後 用碎片 用陶罐 他本身都是經過火燒出來的 他就不怕了 所以現在才能夠考古到 如果你說其他的物料 木等就怕沒有了 但是我之前也聽你說過 如果你要知道歷史是怎樣的 因為往往我們知道歷史 就是當權者的 技術會有 但你也沒有說錯 歷史永遠是怎樣的 是勝利者寫的 你很難找到失敗者寫的歷史 因為沒有 所以多數的歷史都是勝利者寫的歷史 或者整理好歷史 所以歷史不是完全不可以相信 但是不可以盡信 黃的貓 閃到哪裡 所以歷史就不可以完全相信文字記載 所以讀親歷史的人 必定會有一個很科學的頭腦 要互相做證 有證據 有其他不同的材料 都指向同一件事 較為可以相信結論 就是可信成功高些 直至到有不同的證據出現為止 所以考古和讀歷史是分不開的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什麼 就是講君子坦丁堡 君子坦丁的皇帝 我們聽過的版本 因為他明明是異少性多 他本來沒有機會能夠打贏那場仗 但之前那一晚他發了一個夢 就看到十字架 通常有儀仗 有儀仗 然後帶領他就贏了那場仗 但是我為什麼這麼深刻印象 因為這個是我們從小到大 被灌輸的版本 然後他打贏了 他從此就改信 常人有羅馬帝國 也都把耶教封為國教 他媽媽又領洗 自己也領洗 但是原來考古出來 這件事並不是這麼簡單 原來法國是他的對家 即是他要打的強人的對家 即是David and Goliath 反而對方很多軍隊那邊 其實他們是以基督教信仰為主 有很大的比例 不是為主 有很大的比例 很過癮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當年 未曾正式變成所謂國教之前 在羅馬 基本上都是地下教會為主 所以他用了很多符號 很多暗號 很多人不敢公開 表示自己是基督徒 因為還是叫做地下教會 就是法輪功 也不算是完全是法輪功 即是當時很混亂 也是歷史問題 羅馬人的信仰不單一 尤其是去到帝國中期的時候 人心滿散比較亂 以及迫害了猶太人 迫害了基督徒那麼久 都沒有什麼效果 地下教會非常蓬勃 但是都未正式蒲在水面 所以當時那場 在羅馬指交對決的時候 那場所謂決定性的戰役 其實不是上帝給靈感 昆士坦丁 而是他有線報 沒錯 我看到這個版本就是這樣 他的線報 以及現在考古出來 就發現 對加他們臨上戰場 他們將來要進行一場 這麼大的戰役的時候 他們在自己的崗位上 我不懂那個技術 有什麼事 他在崗位上 刻了十字 很多的軍官 很多的士兵 在自己瀑夷企的地方 寫了十字 這件事 傳到軍事坦丁的耳邊 他發覺大家如果都是主 如果大家都是主內兄弟的話 這件事就不是這樣的 沒錯 所以有一件事也沒有說錯 除了所謂異象 異象未必是真 但真正的異象 這件事就是 昆士坦的軍隊 第二招出發的時候 在一個盾牌上 就加了一個墨頭 當然是技術 對加一見到 大家都是主內兄弟 我不能夠堆壞你 其實這件事不是那麼決心大 是很混亂的 忽然之間出現了一個很突變 就是說你原本想著兩軍對壘的時候 忽然之間那邊露底 說他自己有 於是乎 趁這個混亂的時間 那軍事坦丁 就一下子衝過去 就變成大局已定 這樣來的 當然 後來如果你看到軍事坦丁的記載 諸如此類 其實他的手段都很酷 所以變成看得出 基本上如果你說他是信爺教的話 這個是第一代的宗教恐怖分子 但是跟著就是 昆士坦丁的媽媽才過癮 很明顯這個兒子 都不是很聰明的 大部份的公關 奠基了 其實是她媽媽 即是海倫 後來姓海倫 即是封聖的那位姐姐 做了很多公關工作 包括了什麼家庫 大家猜都猜不到 她好像是養了藥去耶路撒冷朝聖 朝聖也不止 不要說偽造 她不知道為什麼 又發掘了很多聖物出來 聖物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基督徒例如說 哪個先人的手指骨 聖包皮 那些很奇怪 但是這個 這個 海倫 這個王太后 這天做什麼家科呢 她夠膽死去耶路撒冷 說找到原裝十字架 那你如何挑戰她 你如何挑戰她 王太后 但她真的在某個墓地上掘出來 即是跟足所有當時所說的耶穌 那邊就釘十字架 諸如此類 然後在某個所謂墓地上 亂藥的心裡 就挖回那個所謂 真實的 true cross true cross 這件事當然是 威風了 你還用什麼說話都說 所以很明顯看到她媽媽的公關手腕 就比她昆士坦丁更進一步 就不只是動手那麼簡單 就不是關公災難 而是公關聖手 對啦 沒有錯是公關聖手 所以後來這個 當時還不是叫天主教 就是野教 結果成為這個羅馬的國教 所以 她用這件事 來統一那時候 所謂的四個不同的板塊 是非常之好用的 因為剛才蕭公子也提到 她的地下黨員是非常多的 是嗎 所以這個動員能力 她只要說 我給你們現在合法化 立即就得到大量的支持 是啊 所以 昆士坦丁之後 羅馬又有一個新的生機 就是這樣來 所以 所以是不是變成了一個中興呢 因為這樣 我們可以說是 而那個所謂的中興是歷史幾百年 所以都很隨便 羅馬的上半場 羅馬的下半場 已經是兩個不同的帝國 是很不同的 很過癮 所以 反正順手 阿羊去到現場的朝聖 我們多說了一點 不是時事 只是說了 歷史 但是 最新情況 我不知道會否留意到 就是以色列最新的變化 是 決戰 總之有戰爭氣味 就是忽然之間 我們不是右翼 我們不是法西斯 我們不是嗜血 我們不是冷血狂魔 只不過我們是二戰輪戰 因為 比較八卦 因為有蕭公子 我通常會說別的 不要緊 最新的消息是 就是以色列 忽然之間 就說美國人出賣他 發生了什麼事呢 就是原來 奧巴馬 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是臨 收工 就視乎了很古怪的小動作 而其中的小動作 就是以前一向都在安利會的會議裡面 就是一面倒支持以色列 包括了 就是以色列為了要爭取的所謂生存空間 就在佔領回來的巴勒斯坦土地上面 就興建了大量的猶太殖民區 因為他們覺得 那裡的聖地是他的 上帝應許之地 他們就重新規劃 重新殖民 然後到處都有土地問題 他就在佔領的巴勒斯坦土地 原來不是只有香港有的 那他們要不需要開一個郊野公園呢 他們到處都是郊野公園 他們開沙漠 問題是 現在吵什麼呢 就是他們霸了巴勒斯坦的土地 來建設以色列的殖民區 因為是聖地 那不同的地方 所以聯合國聯 一向都有很吵的聲音 譴責他佔領 諸如此類 那美國人一向都是一面倒 就否決了這些 因為他們覺得 主要不是有仗打 但是奧巴馬收工之前 忽然做了一件很過癮的事情 投白票嗎 他欺權 不止白票 說明欺權 我不投 結果安理會過了決議 譴責以色列 就說他非法霸佔巴勒斯坦人的土地 那以色列當然是 頭都出煙了 爆了 忽然之下 我們朋友 對不起 戰友 其實以色列一向都是 幫美國人在中東做打手 大家都知道 那一下子 以色列總理 就是 美國都出賣他 有兩個好過癮的方法 出了 第一 就是以色列到處譴責安理會的成員國 以及有參與投票的人 有12個國家 直接說這些是挑戰 挑釁戰爭的行為 Act of War 你們會落地獄 但是 看到一個好過癮的現象 是甚麼家科 你反過來看看 同樣都是被孤立 你看台灣 他很怕沒有幫助交國 豆腐潤這麼小 他都抱著你 但以色列不是 很霸氣 我告訴你 安理會成員國 要照顧你 所以你會發出一個好過癮 為何會有相反這麼大 因為國力的分別 以色列人比台灣人少 我作為一個廚房婆 我回答你很簡單 如果 我由我的角度說 只要以色列一發老闆 整個歐洲都很嚴重 因為歐洲的農莊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長期 不論春夏秋冬 為歐洲提供大量的蔬菜水果 你以為那些是法國 或者意大利的 其實都是在以色列入口 它是一個奇蹟的國家 即是猶太人 我說過很多次 其實是很厲害的 就是他們可以 從一個沙漠變成一個綠洲 你吹它不漲 你真的吹它不漲 你真的吹它不漲 它還可以種到 在一個沙漠裡面 種到你歐洲 這麼多個國家 都種不到的東西 因為你們有春夏秋冬的分別 它變成一個溫室 那就可以長年種 然後你們反而跟它買回來 所以就像你所說 光環是一回事 更加重要的是什麼 所以以色列從來都不要光環 誰知道你總之就是打的 所以以色列的戰鬥民族 氣氛更強於俄羅斯 如果有看近代以色列的歷史 四七年建國之後 其實在中東還沒有停過打架 最有名的六日戰爭 六日之內閃電戰 把整個阿拉伯聯盟的軍隊掃清 再重複一次 是掃清 你可以想像 這麼少人 豆腐潤 這麼小的國家 周圍樹敵 背部對著海 照鏡是死定的 但不是 勇猛到它可以用這麼少人 這麼小的軍隊 可以六日之內掃清 整個阿拉伯世界的國家 的軍隊 除了是奇蹟 我也不知道上去什麼家庫 那變成以色列為何串得起 為何惡得起 他可以打 他的軍事 軍備 武器 是非常之先准的 但這不是天下落 白手興家 沒辦法 他當初開狠的時候 全部都是難民的 古之然 二次大戰之後 明知道這些左膠是不會幫他手的 所謂左膠幫他手 都不會救得到他 他們在這個 暴露中 走出來之後 真的逃步走去 以色列 真的逃步走去 以色列 真的逃步走去 不說是歐洲 走回去 以色列 所以這個環境下 什麼叫難民 大家都不明白什麼叫難民 你看什麼叫難民 所以他們從來沒有抱怨過這件事 去了巴勒斯坦 以色列的地方之後 就開始扎刑了 就搞這個公社 就在沙漠裡面種菜 就好像女王所說 然後從那時候開始 不停地武裝自己 對抗阿拉伯人的屠殺 因為阿拉伯人認為他們是非法移民 即是現在有這個說法 所以基本上就是每天都打 打了幾十年之後 正式建國 以色列基本上已經 全民皆兵 個個都打 因為不打已經死掉了 所以以色列那群人 為什麼這麼霸氣 就是這樣來 即是你給不給聯合國地位 他不在乎這件事 其實你強不強國 我們經常都在附近 經濟強國多厲害多厲害 以色列完全沒有條件的情況下 就立了一個強國出來 還有我們講的是戰鬥力 我經常都講一本書 就是《狼圖騰》 《狼圖騰》那本書 電影你千萬不要看 我知道如果聽眾有聽開我們節目 都說你有講 但是他很厲害的地方就是 根本不是你的人口 不是數目的問題 對 不是人口多少 而是他一個抽你一百個 一個打你十個 而是人家的戰鬥力 他全民皆兵 還有戰鬥意志 譬如你說 為什麼《狼圖騰》這麼厲害 就是他裡面有分析 他有講道 以他親身經驗 他是一個領悟 就是為什麼一個漢人 在蒙古草原上面 凍到他媽的鳥不生蛋 然後你這樣說 Your balls will be frozen 但是裡面的人 他可以這麼打得 他的生活環境這麼 harsh 但是為什麼這些遊牧民 往往在歷史上就是 搞定了你這個落大的中國 你應該一口口水 就能夠吐死他們 你不論說蒙古也好 那時候的女真族 即後來的滿洲人 還有再說遠一點的 就是這個兇奴 全部都是比你人口少很多 但是他們的能力 是非常之強的 所以今時今日我們看到的 我覺得接近的就是以色列人 是啊 那問題就是 台灣那些人會打算做什麼 大家真的不太清楚了 也都是台灣相關的 在說一些時事 以色列第二件事會發生的 就開始又跟Donald Trump 聊天了 很明顯看到這些左膠 基本上都是賣個小豬 尤其是奧巴馬 你怎樣做好總統 對他來說是不重要的 你敢出賣的國家利益的話 還有他的生存基礎 他一定會動你的 當然他不會動美國 反正美國已經被自己動了 即是川普總統之後 所以很明顯 以色列現在會跟川普總統 重新武裝起來 但是很明顯是這個 所以如果當以色列意識到 但你覺得川普總統對以色列的態度是怎樣的 正面的 你知道任何美國鷹派和以色列都很友善的 很過癮的 天然友好的 天然友好的 因為他們需要大家 大家都互相需要 大家都勇武 你不勇武 只有他自己勇武 而且他是代理人 你不能夠沒有他 互相幫忙 不只是幫美國賣命 那麼簡單 反過來美國也做不到 靠他 所以當年兩伊戰爭 忽然間有人去空襲伊朗的核設施 其實是以色列派飛機去 所以其實以色列中東的干預能力相當之強 後來大家看到 這個敘利亞伊拉克含爆散 完全玩不動 只有以色列在 現在輪到俄羅斯又蠢蠢欲動 土耳其政變了 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美國是極之需要在東地區 有一個強而有力的盟友 我不知道是否奧巴馬 用激將法 如果他真的這麼聰明的話 就夾以色列 跳過去跟川普的極有益 緊密合作 我不知道是不是人算天算 沒有 我不知道人算天算是怎麼回事 反正我也要下台 我就不管了 我先投了百票 總之光環就拿了你 對 我拿了羅布爾和平獎 我為什麼要運這趟運水 我當然是 我卸任 我這次投了百票 棄權票 你就下一手上台再搞 一定會 不用問了 一定會 但是那個 過癮的效果 就令到以色列 就非常堅決地 站在美國那邊 很明顯的 這件事 不過就不是奧巴馬的美國 是 是特朗普的美國 搞清楚這件事 即是 一定時間都可以 包括菲律賓 我相信 特朗普上台之後 他也會扭軚 未知 不過肯定日本扭軚 肯定台灣扭軚 南韓未知 政府未活 其實任何情況都 南韓已經同意了部署 這個薩德導彈 而那個導彈系統 覆蓋了整個東北亞 包括強國在內 所以這一下基本上 就是強國這麼大反應 很多人都很大反應 包括最近這幾個月 他們的排韓風 例如韓國電影 韓國的明星 他們的歌手 樂團 都為何要停止 為何演唱會 為何會需要禁止 明明都賣了票 國賊 對 而且你要知道 他們說的 不是損失一千幾百萬 不就是我有這個錢 但他們是說 你知道 一套戲都收了幾億 為何這個時候 不是因為某個人的言論 出了問題 而是似乎是 整個地區 南韓的明星樂隊 都不行 原來背後 就有薩德這件事 薩德那一刻 奧巴馬已經搞落了 奧巴馬已經同意了 台灣和美國軍事交流 然後又和日本仔 夏威夷 聯合軍演 珍珠港 又在攬頭攬頸 奧巴馬自己去日本的 援爆紀念場地 又是攬頭攬頸 這ира就一 arrangement 即使不是特朗普出場 你可以看到奧巴馬 如此及到過日前 曾經作出場 cope為好經 Ala 我覺得他都能忍你八年忍你很辛苦 他能人所不能 但他亦被外界認為他是軟弱的 對於鄰近地區的崛起似乎沒有做甚麼 有的,當初很過癮,所以現在北京那一邊 就是一地眼頸碎、玻璃心、撞頭埋牆 回想當初希拉里競選的時候 強國一面倒反對他,或者盡量為人反對他 原因就是他弄了一件TPP的東西出來 即是繁太平洋經濟合作 所謂何事呢,據報當時重返亞太 利用經濟壓力,去迫使強國要就範 說就這樣說,所以強國就很討厭希拉里 競而此女上台,競選的時候 即是不多不少,都是幫特朗普去查別人台 現在特朗普上台之後,反肚比任何事更快 說明第一,他不一定要守一個中國原則 這是最拿命的了,歷任總統 四十多年沒試過,自從1972年建交之後 沒試過 包括列根,他在競選的時候 他都有問過過 但是他上了任之後,他就已經不敢了 所以我們這次放場雙眼看,你怎麼有話說呢 我們放場雙眼看,到底侵侵是否第二個列根 即是就任前後對台灣的政策 會有很明顯的分別呢 但是我覺得有機會不像列根 因為始終現在,強國的崛起是需要有一個相對的制衡措施 所以他就拿台灣名字 但是也有一件事,在列根年代從來未出現過 就是當時有蘇聯,現在沒有變成俄羅斯 而且特朗普說明俄羅斯是很男朋友 直到現在有謠傳,普京的間諜介入美國總統選舉 幫特朗普贏出選舉 是不是我不敢說 如果他們兩個不是那麼色情 應該會傳他們兩個是同性的夥伴 他們開派對差不多 他的口味很像 你有沒有留意他兩個人的口味很像 全部好像playboy封面 我覺得他老婆跟他女兒都很像 所以這兩條男人老舊 口味非常像 但是跟列根年代最大分別的家科 當年是三國頂立的 蘇聯和美國是最強的 中國夾在中間左右逢圓 因此中美建交之後 就施壓到蘇聯那邊 現在的情況完全不同 現在反過來 美國居然跟俄羅斯有機會聯手 有機會聯手 兩件聯手夾誰呢 你猜猜 床板夾什麼呢 床板夾到遼寧 這人是有的 但你弟弟是沒有的 你知道是什麼嗎 你猜猜一下 你弟弟被人咽了 慘啊 暫時還有一隻遼寧艦 據報是全速做第二隻 全速做第二隻 我不知道他全速做第二隻 是什麼意思 因為別人 說美國 俄羅斯都比你多 所以變成 如果這兩個軍事強國 聯手會發生什麼事 就很過癮 上一次發生類似的情況 你記不記得什麼年代 八國聯軍的年代 嘩 上一次這樣聯手 是八國聯軍的年代 八國聯軍 我今天說一些 會很傷害玻璃心的說話 你不相信 大家可以自己檢查 不要算真的 自從滿清落後 還沒試過這樣的局面 當然你說 八國聯軍殺了很多人 我們好聯盟 但是同時 也感謝八國聯軍 所以 很多當時滿清的文物 才得以保存 你今時今日才能見到 如果不是經過一個文化大革命 你拿也沒得正 台灣是有份保存的 但是他也是藏在籠子裡 也不讓你看 離開箱 你咬他吃 逐婆來 所以就是天下形勢 為什麼決戰 就不是不說任何戰爭 或者戰鬥有關的事情 但是你只是一個中環 就不一定是中環裡面 有什麼鬥生鬥死 那麼簡單 站坐在中環看外面 中環以外 我都說說西九 因為是說在故宮 是說在文物 不只 最新消息就是現在西環開始動人 是 你又聽到 你又收到封 是 我收到我就說 你小女孩還說髒話 剛剛換了第一個人 陸續有賴 應該會換完 加油 但是路線如何都不知道 肯定換人 而換進去 你發覺第一個換進去 是外交部的背景 當香港變成外國的時候 就要換外交部的專家進去 因為香港現在覺得統領外國事務衙門 原本不是 因為軍事和外交 很過癮的情況 所以你看完天下大小後 鏡頭一轉 看西環的人事變動 大家可以起底 剛剛換上那個人 是外交部的背景 雖然管港澳事務 但是外交部 所以整個背景是不同的 不是內政 不是純內政 很過癮的 我明白 他終於承認香港 其實是一個國際城市 很過癮 承認他一定打死不承認 問題是他的處理手法 喂 他的行為承認了 蕭公子 即是他的身體 你也知道 他的身體永遠比喻誠實 未必一定 就說當你是外國 但是很明顯 他的處事手法 是加重了 專業成份的要求 即是不只是當你那些人 自己在耍蠻雞 玩泥沙 即是當你內部事務 來玩 不是這樣 今天有一宗很精彩的新聞 就是 這個葉普道成淑儀 其實這個王主任曉明哥哥 就跟他說 不如你做立會主席 對 對 他不是紅燈 即不是不讓你選特首 更加做立會主席 不過西環可以直接叫人坐什麼位 我就說 其實 雖然我們都知道是 不用說是 其實 不用這麼明白 西環治港 人人都知道 但是沒有人挑明 但是這樣的天才 走出來 帶堂而皇之 然後公開承認 對 他是叫我做立會主席 其實你除了一個電郵 如果他被騙了50萬之外 你知不知道 其實基本法第22條 說什麼 成淑儀 真的 麻煩 香港人 真的 跌低 那6萬幾票 謝謝你 豈有6萬幾個白癡 就這麼簡單 有些事情叫做 零被人接 或被人見 他是不怕的 說出來 很過癮 即是政治的水平 即是你拿起肚皮給別人看 拿起衣服給別人看 你肚皮 或是你有性病 到處說 那些 其實行為 所以就是 幼稚到一個這樣的地步 你叫西環 叫中央怎麼安心 我都不太明白 完全不明白 所以大家很安心 他不會是下一屆特首 愛認爲 是 有人指到明 叫他不要做特首 但是他說 這個不是紅燈禮 好奇怪 還有為什麼西環 又代表阿爺 這個問題就大了 現在很明顯不是 很明顯不是 即是說中間的落差極大 大到一個地步 你不知道怎麼收拾 還有 不要忘記了 有一個消息 是說西環一直都不知道 是會臨時換走689 689的家人理由 也是他們當天才知道 是48小時 是 因為事實上 就是在那48小時之前 還有很多人被召喚到西環喝茶 都是說要撐狼的 沒錯 即是那個拉票活動 從來沒有停過 直到他自己出來 就要宣佈 要照顧齊恩 是的 要三餐餵食 就是餵了齊恩 然後幫他換衣服 清潔 雖然齊恩從來沒有承認過 而且齊恩就說 他回到他最喜歡的第二個家庭 就是在英國 希斯路機場打卡 所以我們就說齊恩 你快點回香港吧 你快點為香港人提供一個 你爸爸不會競選的理由才行 算了 他都被人家過招 你回到英國 我們很擔心 所以變成形勢 由大到西 由外之內 都是整體的一件事 那件事是甚麼家庭呢 是變得很大 變得很大 除了世界局勢變 本地局勢也變得很快 變得很可怕 忽然間一旦反了桌 繼續變緊 還有我覺得現在就是 我的看法 中央已經忍受不了 你西華這種地方 不要說是軍閥式 但是他是那個 協這個地方 然後就假存勝自己的行為 已經接受不了 還有都說你區區一個市長 那六八九 可以因為一個五千萬的事情 是皆知漢文人人都知道 因為你有建制派的保護之下 而我們引用不到權力及特權法去查你 但是上面這麼大力縮貪的時候 他怎麼會讓你繼續存在呢 現在就是一個清楚的架空 就是由城報開始 話分兩頭 結論沒錯 但是其中一個部分 是不太準確的 請說 阿爺對於六八九這個貪污的程度 基本上覺得他不入樓 就是唯一沒有面子 就不是因為他貪污 是唯一沒有面子 就是你貪這麼冷死 不是的 還有你被人責 你老尾 你還在床底下 其實每個人都是貪得不得了 所以五千萬來講 是散至來的 所以如果貪那麼少 都會被人坐那麼久 的話 就這樣簡單 還有不要那麼高姿態 如果大家有印象 除此後 他的電視那塊壁 電視壁 對 以前不是說九龍壁 是說電視後的壁牆 是隨便他家裡 躺在沙發看電視 電視後面有壁牆 他覺得那壁牆比較無聊 不斷裝飾一下 都用了九千多萬 是翡翠來的 所以 一棵翡翠 雕鳳雕鳳雕花的牆 雕鳳雕鳳雕花的牆 你可不可以想像 這麼小的牆都已經破產了 五千萬算是甚麼呢 可能阿爺要解僱他的原因就是 覺得沒有面子 太張揚 不是張揚 是這麼窄 這樣都被人撩出來 還撩到這麼大 又掩不到 又不認 所以很難看 而且你沒有辦法化解 只是五千萬 只不過是五千萬 這麼少錢 多無聊 所以阿爺可能覺得他極無能 所以換他是應該的 但之後會發生甚麼事 就很恐怖 為甚麼呢 因為第一時間出來 阿琴子 就掌掌這個龍蝦 有沒有留意 有 就是說你女兒不太好 看醫生那隻 然後龍蝦就發了爛爛 如果你的女兒沒事 那你老公又說不算是照顧她 要先夾口供 那問題是 看來他不夾口供 人味酒茶異糧 我看來 人味酒茶異糧 不止是人味酒茶異糧 只會把臉撥在那裡蓋著 我已經說了 到底仇口有沒有大到這樣 到底現在誰在指揮著 看不到有人指揮 這才令人害怕 群龍無首 其中群龍無首的情況 就是胡蘇仔 繼續下去吃腸粉 因為之前被人說他喝咖啡太中產 但那些感覺不太好 於是他這次下去 就去深水埗 去適合街 然後去吃腸粉 很過癮 就不是吃蛋撻 但已經整個多星期了 不止了 都未決定接不接受辭職 不止了 兩個多星期 所以這個去沿空了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好像不是缺戰中環 叫做Twilight Zone 已經迷你境界了 大家在這個平行時空裏 真的當失奧 封信不見了 封信可能不見了 又沒有人給反應 然後忽然扔過西九 扔過故宮下來 你走走狗 咦 要去北京 咦 沒有芝春 沒有奴牌 35億 馬活比 所以變成亂 到想像不到 會繼續亂成什麼樣子 就是有時間去玩 這個肯定是打過金 現在 變成胡叔仔 還是奶媽 隨便不知道是誰 可能坐狼英的位置 葡萄成熟而很明顯 接到他不是紅燈 是綠燈 綠葡萄 他說他去從綠燈 就指了他的立法會 說是他要坐主席位 但是曾主席 到現在還有消息 有梭文 未知不知道是什麼事情 有人傳言 說最後公佈一個 就是曾蔭天使 最後才公佈 但是這個 我覺得沒有什麼理據 十月底都來了 Happy New Year 大家快 但是現在已經十月底了 我整個瘋了 我覺得這個時候我再說一些輕鬆一點的事 我們今天兩個人組 我們決定中華只有一個小時 還有我們的貓主錢 但我就再說一些輕鬆一點的事 我發現我昨天其實跟蕭公子有吃飯 我們有討論FORUM的發展 現在聽到的聽眾 請你們要like我們FORUM的項目 FOURUM 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還有幫我們share我們的影片 接下來我們有一個新的節目 是星期二 九點鐘LIVE 唯一一個FORUM的節目是會這麼早出門的 九點鐘 因為有一個新的地頭就是九龍東 五區公投裏面的事 我們已經說到有兩區 現在就是九龍東 我們的新主持Gordon Poon 還有他的拍檔Diane 另外有一位Eddie Sir 還有探長的友情客串 我們本身都有一個紅口的粉絲班底 希望多些人可以聽 多些人知道 幫我們share出去 風格會跟中環這邊有一點不同 柯子這邊 好像大家有一點confusion 我們又說時事 他又說時事 他又說政治 他又說政治 但發覺有一件事就是 我們這裡有貓 溫柔很多 第二 我沒有聲音紅壯 就是中環遊 花園 廣東廣西 諸如此類 我更加廢話 出名 但來這個節目 主題會明確一點 大聲一點 清楚一點 而且那邊的陽光味非常蠢 非常男人 聽起來的話 可能會比較興奮 那邊的新節目叫做 絕地猛丁哥 很男人 絕地猛丁哥 很男人 很男人 所以如果大家想聽一些很硬的內容 就聽一下好不好 介紹一下我們不同的節目 我們接下來就會變成有五個節目 禮拜二晚九點 禮拜三我們缺戰 禮拜五晚聚言堂 禮拜六晚禁失不禁話 禮拜日的如是我問 其餘全部節目都是11點半 除了絕地猛丁哥 是九點鐘 2017年陸續會有新消息推出 大家密切留意 那個節目就是另一種很不同的聽法 希望互補長短 我們這邊就比較貓咪的 可能貓的感覺多些 變成我會說很多分析性的東西 即是那些材料 有些人會消化不良 其實同一段的新聞 出自不同的人的口 評論出來自然就不同 分析是很不同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會覺得 這麼悶蛋 我也不會怎麼改 禮拜二聽完禮拜三都要聽 禮拜五人要聽禮拜六 因為選取的材料 和演唱會很不同 如果大家在第二些台廳的哥等潘說話都知道 他喜歡單刀直入 說他的意見 都是飽毒的人 大家都是 但我們的台是堅持一件事 就是網台的精彩地方 就是一人一支咪 你怎麼說都行 大家不會干涉你的 我們真是貫徹始終的百花齊放 百家爭鳴 例如舉例 我這麼差勁 我這麼沒料 我這麼不做功課 但是蕭公子和阿楊 沒有嫌棄過我的 他們都沒有給我眼神 或者臉色我 然後說你這麼幼稚 你不要說什麼 我希望每個人都適合 我們完全沒有這件事 是不可能的 沒有人會適合 沒有大哥 包括那隻貓也很有點 Helix Chan說蕭公子 你不要妄自匪博 你的分析很有用 謝謝 這個當然 我們絕對知道 台署來的 就到我真正的廢話那部分 我最近因為煮東西很忙 其實很多聽眾都知道 生意好 我煮東西 我煮西餐 意大利食 這個年底是最忙的時候 開派對的時候 忙到其實我從10月開始 就沒有做過瑜伽 到現在 我現在快要弄不到腳趾 說笑 但的確硬了很多 真的很忙 兩個月 對 很急 真的很想做 但真的沒事 配服 去到一個什麼地步呢 就是我日後的工作 在做準備 然後我就發覺 他們塞住廚房 塞著桌子 我做不到 那怎麼辦呢 不如這樣 晚上做節目 好像今晚 可能點幾個小時 我進去睡一會 可能睡一會 起床 就做了 就做一些pastry 就是甜品相關的東西 尤其現在聖誕很甘 因為要做些什麼 很可愛的雪人 很可愛的聖誕樹 薑餅人 對 薑餅人 然後蘑菇 屋仔 你知道那些小小粒 但很可愛 很可愛 但很可愛 很多工序 又要焗又要什麼 這樣做很久 因為不是一個component 而是很多component 然後我就發覺 算了 睡一會兒 起床 做吧 神奇 因為我們昨晚有一個conversation 所以我發覺 厲害 為什麼呢 我可能 睡到三點 一個多兩個小時 起床 哇 差爆電 精神到 很短時間 對 很短時間 老夫打死幾隻 就是這樣 然後就像貓 安排完時間 衝來衝來衝 很爽 牠用貓來做比喻 很適合 然後我還不停地 抱歉 摺花 砌一樣砌那樣 做 我覺得很精神 頭腦清晰 還有很有energy 然後可能去到 早上八九點 做到差不多了 再回去又開一個多鐘 死室 又老夫打了幾隻 我覺得奇怪 咦 我從小到大 我媽媽都說 我頭大不是坐著三個六字嗎 為什麼我日光日白 就在那裡睡著睡著 就服夜出 就像貓一樣 對 然後晚上就說 很精神 我現在貓都精神 睡覺 我發覺 我一直睡很多個小時 都沒有這種短睡 一個多小時 即是沒有人家教學 就要早睡早起 睡八個小時才行 還有那些什麼中醫 什麼十一指一定要睡 什麼乾的時間 一至三日神的時間 等什麼大腸的時間 即是我發覺 我以為 我經過這幾天的實戰 我不是有心的 我是因為太忙的關係 還有不想遇到廚房的關係 所以試了一方 覺得很神奇 然後我昨晚跟蕭公子說 我有一個經驗 然後我上網做了一些研究 發覺原來這件事 是一種模式來的 然後我就說 你怎麼不說 我怎麼說 我怎麼說 我以為你知道 然後蕭公子說 我這麼多年都是這樣 我也沒有死 雖然慘一點 又不英俊 又比較胖 不要緊 不是全身這裡 半身而已 半身而已 你也可以假的 蕭公子說 對啊 我每晚都是這樣 睡兩三個小時 然後下午又走去 是不定的 我可以一睡一睡十個小時 像貓仔一樣 滾在那裡 十個小時是可以 死了一樣 是很flexible 我會保持一個很靈活的睡覺習慣 有需要就睡 偶爾開會 我會欺負五分鐘的 起碼不要像立法會 欺負到人養麻煩 都放在桌面那些 人家三十萬人工 我沒得給 不會睡得那麼難看 但我是會欺負的 行頭裏面有個笑話 我開會的時候 是會睡覺的 正常的 因為太悶了 悶到發了你的瘋 不過到我要說話的時候 我會懂得回答 像海豚在睡半邊老 你沒有我的心 問題是 我本身可以很精神的 這個圖案就是 Siesta 在歐洲我去讀書 我自己有的 我會Siesta Siesta在說 西班牙式那種 夜晚 夜晚他會睡 可能三四個小時 然後到下午 午餐之後 他又來睡三四個小時 我的寫人 飛車黨同學 是凌晨1點 飛電單車去巴士的廣場 喝咖啡 神經病 沒有三點鐘 他們不會回家睡覺 然後 正常人就會說 你這樣睡有什麼好 我舉幾個例子 因為我經過了這幾天之後 我做了研究 沒有絕對是好緣不好的 最重要是每個人都要找出自己睡覺的圖案 這個才是最重要 但是精彩的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現在的圖案 每晚早睡早起 定時定後 要睡了八個小時 九個小時 十個小時 但你會發覺睡完之後很累 第一 很多人都是 第二 你會發覺你坐上床 你不是馬上睡到 而且你睡的質素 其實未必是這麼好的 因為原來我們睡覺 所謂八九個小時 那個連續 Mono這樣睡連續 其實它不是一個階段 它是切開了四個不同的階段 由淺睡 然後開始中 然後到最後 叫做REM 就是Rapid Eye Movement 就是你的眼球不斷地轉 有很快的動動 還有開始有夢 還有一些夢 你可能會記得 這個時候是你細胞修補得最快的時間 我發覺原來這一種分段式的睡覺 它有一個很興趣的地方 就是它有很多種不同的圖案 都是一些醫生、科學家 去設計的 當然有些是很難跟 亦有些是比較容易跟 就像剛才所說的 Siesta的版本 或者大學生的夜晚 踩空燒 調轉 就是賀爾蒙不平衡的 死小孩 我非常明白他們 但原來 它是說 如果這種分段式的睡覺 你是跳過頭的三部分 沒錯 重點是跳過頭的三部分 直接去到深層次睡眠 沒錯 很快地完成深層次睡眠 然後拍醒 還有細胞修補 所以你發覺 你睡完 短短一個多小時 之後你睡醒 我發覺 不用化妝 多好 皮膚又多美 我好像全面膜 頭腦很清晰 沒有走身痛 不累的感覺 是很神奇的 它有很多種不同的模式 我現在還在試 要試的 要摸 又是那句 千萬不要讀死書 或者約定俗成 別人說什麼 你全都相信 不是說祖垂祖氣不好 是提供 你是一個祖垂祖氣的人 明白嗎 每一個人的生理時中的習慣是不同的 每一個人的生理時中的習慣是不同的 減少可以好 好像是大到你不相信 因為睡覺的重要性是什麼 除了雷王說的 那些發夢 最新的那個 你知道現在科技發達 你還可以掃描一下 掃描著你的腦 發生什麼事 你睡著覺都會控制你 最新的結果 就是睡覺的重要性是什麼 那些什麼加科 就是說 其實腦子 日頭工作的時候 是累積了垃圾 即是說 那些蛋白質 那些化學物 諸如此類的 累積得很重要 有些人就有 老人私外症 因為累積了 那些東西 沒有沖洗 於是塞了 於是腦子退化 諸如此類的 腦退化症 就是這樣來的 睡眠的重要性 是什麼加科 因為腦子 那個液體系統 跟身體其他 的免疫系統 是detached 這個人體很奇妙的設計 因為它不會被其他人感染到 因為腦子是最敏感的organ 它不可能跟其他免疫系統混在一起 即是雙風感冒 一定不會上腦 雙風感冒 你會死定了 有聽過感冒菌入腦 會死定了 很快會死定 隨時腦莫炎 諸如此類的 所以腦子是極度敏感 極度容易受感染 所以科學家 其實很久以來 都不停解決不了一件事 腦子是如何自己修補的呢 因為它和你的免疫系統分開了 最後發覺原來是靠睡眠 睡眠的情況發生什麼事呢 因為腦子裡的液體 平時 純粹是 放著腦子 但原來在睡眠的時候 腦子的神經末梢 是會有detached 鬆開的 在那個時候 你的腦子裡的液體 就衝進去 把垃圾都洗出來 嘩 所以深度正面就是這樣解 所以你的腦裡 即是洗 contact lens 類似 即是洗海面 你會發覺其實 是同一個液體系統 有幾種不同的功能 是腦子這麽特別的organ 才有的 所以為什麽會有很多人 所謂沉睡的時候 忽然之間會亂發夢 亂發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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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的腦裡的神經 會關在床身體 在組裝 所以變成腦子 在那個時候 不受控制 差不多 所以為什麽就會有很多 所謂潛意識 夢境 那時候會出現 因為腦子 好像日後一樣 都是在做事 不過是不同的事情 在洗乾淨 所以我們昨晚在說 其實我們今時今日 這種睡覺模式 我最近做了研究 其實現在這種睡覺模式 是工業革命 之後 是一大五倍 事前人對發明時鐘 很嚴重 所以如果你看 以前的人類的農民 才算 他們真是很死早 就落田耕田 他們是有分一種 叫做first nap 不是 first sleep 沒錯 還有分斷 分斷 所以其實人 基本上是很flexible 可不可以訓練到自己的 某種類型 我不敢說 但起碼大家要各自摸索 如何是一個健康的睡眠 現在我們這種睡覺模式 即是連續睡的模式 是因為那時候工業革命 需要很長時間的工作 所以就唯有把所有的休息時間 集中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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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需要捱十幾個小時的勞工時間 勞作時間 勞動時間 但是如果在這個 公業革命之前 他們耕田是有first sleep 和second sleep 就是快到天黑就回去睡 不是晚飯 不是happy hour 是回去睡 然後你需要你的身體 去修復日頭 耕田 體力勞動 那種勞損 就累了 到你醒了 那些是physical 對 那你就可能做東西吃 然後大家可能圍爐聊天 還有女王領教到 那種super charge的狀態 什麼加火呢 就是你的腦洗乾淨之後 所以忽然是很輕鬆的 很舒服 想到很多東西 很精靈的 這樣來 那些不是physical stress 那些腦很stress 人是悶的 尤其是聰明的人 很快就會悶 在這個情況下 他更加需要 很短的時間之後 去洗乾淨的腦 塞了太多垃圾 聽了太蠢人的廢話 看新聞聽到爆血管 聽新聞爆血管 所以變得越聰明的人 腦就越容易累 真的很緊要 然後昨晚我又說了一件事 大家馬上給同一個反應 你想像一下 如果是史前人類 因為我一段時間很沉迷 看一個 即是說史前人類 其實是吃什麼 Paleolithic diet Paleolithic的年代 史前的人 有沒有可能 你想想一下 會連續睡八個小時 九個小時 不用醒了 你已經被人吃了 對不對 所以以前的人 都是在這裡欺負 那裡欺負 因為他們要保護自己 是很醒睡的 是很醒睡的 他睡了很多毛 厲害 為什麼老人家睡得相對少了 因為大佬 關節退化 跑不動 那你就要保護自己 所以其實人體 是很奧妙的 即是他讓你早點醒 你早點看到 獅子已經走過來 你便提早離開 所以其實大家 因為我的經驗 大家可以試一下 不同的睡覺 對呀 真的不要這麼死板 做人的事 當然情況許可 你上課的時候 就不要被老師看到你 最好對著老闆開會 上班的時候 不要對著老闆開會 對呀 輕鬆的說到這裡 要等阿楊回來 海船回歸 沒錯 進一步解釋 說多些他幾個旅遊見聞 即是聖地見聞 沒錯 好 我們下個星期見 下個星期二 就有新節目了 大家要支持一下 拜拜 拜拜